有些人并不相信 改变你说话的方式 就能改变你的人生 其实说话的方式 并不能改变你的人生 但是通过改变你说话的方式 而改变你思考问题的方式 这样就能够改变你的人生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上街看到一个年轻的人 他开了一辆特别贵的车 这个时候一些人就会说 你看这个车真好看 这个人真有钱啊 很多人并不觉得这句话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换一种语法来说 这个车真好玩 我怎么样才能拥有这样的车呢 这个人真有钱呀 我如何奋斗才能像他一样有钱呢 这次你立刻能够感觉到不一样 从只是单纯的羡慕他人 变成我开始思考 我究竟如何做 才能够变得和他一样有钱呢 通过改变说话的方式 从而改变你思考的方式 一旦你的思维被打开了 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做不到 有很多成功的人都愿意看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思考与致富 里面有一个故事我印象深刻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牧师 他一直有一个梦想 开一所完全用自己理念去教育学生的大学 这个梦想他有了很久了 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如何具体的去实现它 直到有一天他发现 他不应该再这样下去了 他要改变他的思维方式 他开始拿起笔在纸上写出来 我如何才能开一所大学 当他写完这个标题之后呢 他觉得不够 他紧接着又写 我要在两个星期之内 筹到一百万美金 来开这所大学 写到这样他就停止了 但是在之后的几天时间里 这个念头一直在他的脑海里 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但是他并没有筹到这一百万美金 眼看着两个星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他也很着急 所以他就在报纸上刊登了一条信息 他要发表一个演讲 关于他教育理念的演讲 他希望城市里面所有有跟他一样理想的人 都去听他的演讲 他演讲的当天果然来了不少的人 他非常的紧张 因为他不知道这次的结果会怎么样 但是当他开始讲到他的教育理念的时候 他的紧张完全被放下 因为开所按照他的教育方式来运营的大学 一直是他的梦想 所以他讲得很激动 也很完美 当他讲完的时候 台下有很多人鼓掌 也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男的 走到他的身边 告诉他 你明天可以来一趟我的办公室 我愿意给你一百万美金 帮助你去开厕所大学 他很激动 第二天他去办公室找到这个人 果然拿到了这一百万美金的支票 他的梦想实现了 他也非常惊讶 他的梦想是如何实现的 我有这个梦想 已经有这么长时间 多少年的时间 都没有实现 为什么在我决定 两个星期之内 筹到一百万美金的时候 他就实现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改变了他的思考方式 他给他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他把原来的那句话 我有一个开大学的梦想 改变为我应该如何筹到钱去开这个大学 再具体下来 就是我如何在两个星期内 筹到一百万美金去开大学 最后他成功了 所以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我们要改变我们说话的方式 从而改变我们思维的方式 最终改变我们的人生 我希望在你今后的生活中 你会改变你的说话方式 比如将我做不到 改变成我怎么才可以做到 再比如 我想成功 改变成我怎么才能成功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右下角的订阅 并且分享出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